就是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的文化无耗 就不能列出于世界民族之类 因为古人讲啊 父母横斜千万朵 赏心只有三两只 就说艺术创作要升华要取舍 既要有传统的传承 又要有李末当时时代的创新 中国人也在努力的扬为中用 学他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 讲中国故事 我画的苏伊林 画的他这是夺金的时刻 我还画的苏伊林 凌空一月嘛 你要从历史的长河里面 去确定的话 你就会有信心 我认识到中国的艺术 你必须得按中国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經哲根 在一半年她用了音樂 為了人家的音樂 是藝術的時間流動 歌曲教想願 它很豐富 從中你的智慧得到啟發 你會獲得歷史的知識 它可以長你的修養 為甚麼我們願意投入 你的生命來做這個事 因為它是有價值的 為了我們社會的文化 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它是值得提供 在其中一個音樂 在其中一個音樂 是一位教授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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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教授了很多音樂 很多人都在一起 在中國和外國 中间,作为阿卡,她在教育中的教育中 和教育中的教育中的教育。 而是中间的教育中文化, 中间的教育中文化, 中间的教育中文化, 中间的教育中文化。 至今,这次的教育中文化 在超过12国家和城市。 我的祖先是永定的客家人, 我就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 要去寻根问祖。 我到了那里以后, 我看见了土楼,非常震撼。 因为在那样的偏僻的山沟里面, 有这么好的建筑, 而且里面处处体现了文化。 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真了不起, 正好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刘源, 他也充满了热情, 他对这个事情有灵感。 土楼回响, 他的那个主题, 写我们中国的一个族群, 客家人, 他们的奋斗, 开拓精神和他们的团结, 他们对祖国的眷恋。 当年他把这作品拿出来, 我就在那个肯清大会的闭幕式上上演了。 对了几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的代表首演的, 那些人都不是交响乐爱好者, 我相信他们不见得爱好音乐, 但是这部作品让他们感动。 我作为一个表演者, 我就有意义把他带到全国, 带到全世界去演。 中文字幕称 Populariser la musique dans le monde 也曾经是唐约亚英。 她想要做的事情, 她想要做了一个不同。 唐约亚英是在唐约, 在唐约, 当她取了她的士语计试, 她把写写的写课计计计划计计。 《北京的处争亚英》 中文字幕称, 优优独播剧场—— 我到了解放区以后 当时是开封 我在那里看到 那些北方大汉文光的上升 这里有那个皮带 上面还有钉子的那种皮带 打着那个大鼓 从街上走过去 锣鼓喧天 我是从上海弄荡里长大的小姑娘 看到那个神奇 我觉得那个 给我冲击非常大 当我到解放区以后 在一个文工团里头 我受到的最初的教育 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 在我们文工团里头 大家要拿着简朴本 要学歌了 没人认识简朴 唱唱唱的都节奏也不对 我说这个不对 这应该 副点是这样的 那切分音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说 你还挺棒的 你来打牌子吧 我从那里开始成为了教育 大人也挺大 再加上我因为从小学点钢琴 我的耳朵 我的琴 让她觉得我有培养前途 所以她就把我跳到那个班上了 那个班上十九个人 只有我一个女生 所以我就变成中国第一个 受过专业训练的合唱指挥 中原学院院长赵峰院长 他是我的伯乐 他看中我 觉得我有培养前途 所以后来有机会到苏联 去学习交响乐指挥的时候 他就派我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到美国去 在哈佛大学讲课的时候 他们的那些记者 就问很刁钻的问题 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 站到指挥台上去的 对 以前这是被男性清一色统治的一个角色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年代 他们对女性的指挥 是有很深的性别歧视的 我就要给他们解释 我说我们的制度跟你们不一样 我学习优秀 回来他们为以重任 仅此而已 但是我在苏联的期间 有一件事情 对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 让我成为一个歌剧交响乐指挥 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就是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学生 我在一个苏联的一个大的歌剧院里面 我职棒了一场 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 那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那一天当我出场的时候 那个苏联的观众 当那个主持人说今天的演出 我们请那个中国的女研究生 郑晓英 关东一听中国 哇 世界鼓掌 一般来讲 那个给指挥追光 然后观众鼓掌 都在第三幕才做的 但是那次 我只要每一次我出场 都给光 所以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这些是一样的奥秀 这些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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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木头监 有的是锅子 当没有带的时候 筷子也可以 中国人有筷子 签笔也可以 当这个没有 徒手 一样 为什么要用棍 因为乐队的作品很长 他们要有很多的谱子 他们要看的谱演奏 因此 他们只能用余光 注意那个指挥 指挥的手太短 来这儿笔画 他们就看不见 这些奥秀 帮助他们看 所以这本身 没有什么奥秀 当然 你怎么使用它 这里有点学问 之后 在中国 江湖秀 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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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奥秀 的目标 的 他做的 我来到1963年 我来到1963年 中央歌曲 当时 在林诺汉 文化部 副部长的 帅令下 来做一部歌曲 叫 《爱狗里》 所以我在 《爱狗里》 我就把我在莫斯科的那点经验都带进来 那个时候乐队里的朋友们 同管乐器 放下乐器 每人一个东不拉 练了练了 他们哪里弹过这个 天天练练 连指甲上都破了 都流血了 都还在练 所以那个戏非常成功 这样一来呢 对于这个剧院 对于这个杨歌剧 所谓的剧院方法的剧院 的生存 这有很积极的意义 我就很想让大家 能够知道这些故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剧院 今天事业的成就 都离不开 前辈们 曾经付出的 血汗 Cependant 她遇到这些困难 当她担担了 当她担担了 的演唱片 《La Traviata》 在1979 《电视频》 《电视频》 也不可以感受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订 Zhang Xiaoying 这不是很强烈的观众 但这种音乐节目缺了长时间 我想我只要通过个人的努力 我能做什么呢 我就做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音乐讲座 就是讲歌剧你要听音乐 不是广看故事 广看故事你就看小说 看电影 交响院是大片长片 那不可能是几秒钟你就兴奋了 就忘掉的 你要能够沉下心来听 启发你的联想 然后会影响你的智慧 你会变得更聪明 是一种的方法用来承试 为充下音乐 为充下音乐教育 由于1980年 她发展开会议的公园 在公园中的公园 为充下音乐教育 在中国人的国家 尤其是在年轻型的 她发展开会议的20分钟 백到艺术的教育 也在1998 Zang Xiaoying a founded the Philharm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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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idea of bringing a greater number of spectators into the concert room to enjoy the beauty of the music. The musical ensemble has now acquired a global recognition. It's also become a popular destination in the city of Xiaomun. In the world, it's only one part of i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quality of the music quality of the world. This is a great feeling. I am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Music. I am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Music. I think my work is our national level. I think it's a great feeling. I got to go to the city of Xiaomun. I found that it was so big. We are so great in the country. We are just in the cities of Xiaomun. We are very unique in the city of Xiaomun. But in the city of Xiaomun,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I didn't know what you were doing. So I had to do that in the city of Xiaomun. I finally came to the city of Xiaomun, and I had to build a city of Xiaomun. I had to be hard for the city of Xiaomun. 现在我又想把它做成一个有格剧的城市 因为我觉得文化的高峰 不仅是剑子的城市 而要在全民的文艺的音乐室的提供 接下来的 brillante performance 的 Zhang Xiaoying 有些年长的工作专业 和她的证据 她在三个月的病毒 三个月的症状 在二十多年 一年长的年轻 一年长的症状 但无法抑制她的症状 只有一年后 她在Estony 向前轻达了 专业的Symphony National d'Estonie 当她的音乐室 在一场音乐室的音乐 《Overlord Unloading Armor》 《The Overlord Unloading Armor》 不是只能一批评 的古代艺的舞台上 但也像一个生存的表现 整ißt这段个状态之 사람是分极出的 危 因此我能有更冷静 我 confian了 生日只有一次 在 Your生命中 你能赞住你的可能 做一点对社会 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幸福 在这个世界 现在年轻的90岁 Zheng Xiaoying 仍然是一直在舞台上 分享中国和世界 通过她的音乐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中国人 也在努力地扬为中用 学她的技法 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 讲中国故事 哪怕我们好像 看起来还比较初步 我们也在创新 西方的一颗种子 撒到东方的一个卧土上 开出了一颗奇葩 这个奇葩 他们也会感兴趣 在美国 在旧金山 戴维斯交响音乐厅 当地民众 二百四十人的合唱团 一起唱 因为我们去的都是一些 世界顶级的听堂 让他们认识中国 所以在这边上 推动了中国交响音乐 走向世界 我努力地做一些事情 Zhang Xiaoying 不仅仅是唯一样的 不仅仅是唯一样的 发展的 风筹中风筹中的 这是必须的 但另外 从我的本行来讲 也要用他们懂的 外方比较世界通用的语言 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故事 我们也要会 这点也很重要 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 所以你不要去说 哪个好哪个坏 你要去找到一个通用的语言 我能够说一种话你能懂 让你也能明白我的文化 我这里也要探索这方面的 而这一部你需要用好作品 作为交响乐 交响诗篇 我带着那个吐楼回响 为什么洋人他们能够听下去 而且还给予热烈的反应 因为这个方式 他们懂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他们来是熟悉的 所以他们被感动 遥远的东方跟西方的文化 在这个点上冲撞冒出火花了 多美好 我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 把它一个一个就带到世界上去 要让世界承认中国人 也能在世界的音乐宝库中 也能够站有一席之地 让世界听到中国 作词曲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